娱乐圈的人拥有着各式各样的癖好 现在的娱乐圈男星都喜欢找超模当做伴侣 前有陈伟霆和遂 如今又多了景博然刘文这对大长腿组合 有不少人都开始替妮妮感到不值得 觉得妮妮才是这场恋情中最大的受害者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这其中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就在近日 网络上蔓延出来了景百然和刘文在一起的消息 其实有网友偶遇了 景博然和刘文晚上一起骑单车的画面 然后将其发到了社交平台 没想到就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当时一度还有人把这个女子认成了和遂 但是仔细想想和遂早就和陈伟霆在一起了 再仔细看看 才发现其实是错把刘文当成了和遂 跟随在这俩人身后的就是景百然的助理 所以这名男子是景百然肯定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没多久之前 景博然就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了自己 自行车的照片 并且配文夏天来了非常开心 有时间出门去做运动了 恰好没几天就被网友偶遇了带女孩夜游 这一切未免有些太过于巧合了 当事情愈演愈烈后 发布该照片的主人公删除了这条动态 原因是有人爆料照片中的人 并非是景百然还要留文 而是两个素人 可能就是这个人认错了自己的爱豆而已 不过网友们哪里那么容易就能够被糊弄过去 经过申巴发现 在5月26日时 刘文发布了一条蔬菜汁的照片 可就在2月16日景博然也发布过同样的蔬菜汁 并且景博然在节目中还高调地表示 爱情的味道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的蔬菜汁 这一切的巧合都在验证着两个人的恋情是真的 事情发酵到目前为止 景博然和刘文始终没有回应过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思考该不该公开恋情 毕竟景百然的上一段恋情在粉丝们的心里 还停留在和妮妮的那一段过往 当年景博然和妮妮因为拍摄了电影 等风来而正式相识 虽然当时的妮妮有男朋友冯绍峰 可景博然已经赶在媒体方公然表示 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妮妮这样的女孩 直到等到了妮妮和冯绍峰分手之后 自己才对妮妮展开了追求 2016年3月份时 两人从朋友发展成为了恋人 一度被媒体偷拍到一起过夜的照片 两人也不选择藏着掖着 大大方方地公开了恋情 媒体一度称呼他们为大长腿情侣组合 毕竟这俩人都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大长腿 两人凑到一起 不知道让娱乐圈里多少人失恋了 当时景博然因为要外出录制综艺节目《花与少年》 有媒体进入景博然的家里跟拍 就拍摄到了躲在角落房间里面的妮妮 画面简直不要太甜蜜 即便是如此 还是会有媒体报道 这两人的结合其实是 为了宣传电影而营造出来的噱头 只不过就是合约情侣 等到期满之后 自然就会分手了 这俩人为此还派出来了自己的律师 控告了这家媒体公司 这才算是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渐渐的大家都接受了这对情侣 并对他们的爱情还有一些向往之情 只是这段令人羡慕的恋情 也就只维持了仅仅两年的时间 就又做回了曾经的朋友关系 其实早就在两人官宣分手之前 网友们就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这俩人平时都喜欢打游戏 所以就经常组队打怪 一直用的都是情侣名字 还有头像 还加入了同一个战队 但是没想到 在官宣分手的前几个月 一切就慢慢的发生了变化 换掉了情侣用品 还退出了战队 后来出席某个红毯时 全程都没有任何的交流 即便是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他们之间都间隔了很多个人 要知道在此之前 每次两人合体出现在红毯上 都会是全场的焦点 摄影机在他们身上 就是咔咔的没完没了 与这次是截然相反的现象 后来景博然发布的动态中 手上带着尾戒 不久更加能够说明 当时的景博然 就已经是单身了 说明他们早就已经分崩离析 也就更加验证了 他们合约情侣的名号了 景博然自从和宁妮分手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恋情 被爆出来 好不容易有一个绯闻了 说不定这次是真的 毕竟景百然 也已经老大不小了 也该要谈恋爱了 刘文一直都有着大表姐的称号 和她同为超模的和岁 都已经结过一次婚 并且现在也棒上了 陈伟霆这座靠山 还有豪姐妹 西梦瑶也已经嫁入了赌王家 从踏入豪门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变成了生育机器 景博然和豪门相比较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刘文身为超模 也和景博然一样拥有着大长腿 两人的结合也是蛮不错的 之前两人各就一起拍摄过写真照 两人上镜也是那么的般配 脑海里不知道都挠不出来了 多少的画面了 现在就是万事俱备指线冻风了 不知道他们到底何时才会选择公布喜讯了 屏幕前的你期待这俩人在一起吗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谢观看